发生什么事了 吴亿航和芳青 你在楼顶了 没事啊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赢了比赛 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既然赢了比赛 怎么还要去楼顶啊 他俩之间 一直不太对焦 雨晒 我以为过了这么久 你已经放下了 那你放下了吗 你一直不肯放下 对规则的执念 凭什么我要放下那件事 吴亿航 雨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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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要吓我呀 雨晒 我知道我们不听话 你可以打我们骂我们 但是你不能这样一声 不可能就走了 雨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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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晃我 你说什么 你 晃得我都已 你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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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 你管玩具赛车叫贝贝 你们男生取名字也太随便了吧 怎么了 郝兄弟 原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把手拿开 给我们讲讲您来小时候的事 就是就是 我可不想听两个男生相爱相杀的故事 我要听玩具赛车的故事 还快说快说了 想听啊 可以 我跟方轻隐的故事 要从那一天说起 玩一下呗 我爸刚给我买的新车 跑得可快了 我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你还给车取名字呢 叫贝贝 试一下 试一下嘛 好 走啊 好了 来了 贝贝 贝贝 我的贝贝 别去 你别去 放开我 你就都走了 走 走 别难过了 走开 你是来怪我吗 我说让你走开 你凭什么怪我 要不是你 贝贝会这样吗 要不是你当时拦着我 贝贝已经救回来了 贝贝贝 就是因为你非要拦着才会死的 我害死的 我害死的 我那是保护你 你怎么反过来怪我啊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 你不会变通吗 当时明明没有车 你非要 我害怕突然有车过来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不让我救贝贝 我比你大 我就是想保护你 你比那辆车车重要得多了 我很害怕你会在我眼前出事 才怪 其实你就是胆子小 你害怕 李航 李航 你听我说呀 那 我们之间的一切 都是因为贝贝 事情就是这样的 从那天开始 我跟方庆颖的关系就 变了 为了玩具车成了对手 原来你和方会长 曾经关系那么好啊 原来你们两个男生之间 有这么一段狗血又言情的故事啊 后兄弟 你放心 我们一定能拿到华远杯冠军的 向方静颖证明 你是对的 李航 既然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咱们就在豆腐店里通宵吧 怎么样 通宵啊 可以啊 请问您 今天学习了吗 运动了吗 代码写完了吗 李航 这不比完赛了吗 你就通龙一下嘛 今天我们的比赛排名 是全国第三十一名 远山的时候 还在复健中 所以 我制定了新的训练计划 更严谨 更科学 怪不得能和方静颖 成为好朋友 完全一个情况 训练时间 已经发到群里了 明天都要 准时到 是 唉